二十九,《文匯報》,安徽黃梅戲墨耳本掀中國戲曲 2015年7月14日戲曲《天地》 A34我從沒見過這剝漂亮又獨特的服裝 中國戲曲文化珍事博大精深 澳洲觀眾橋醫師對記者感嘆 他誇讚的,是正在澳洲墨耳本舉行的中國漢徽黃梅戲演出 早前,二千零一十五黃梅飄向澳洲行活動在墨耳本市政廳拉開圍幕 來自安徽省黃梅戲劇院的多位之名藝術家 國家一級演員現場為一千餘名中外觀眾奉獻了精彩表演 安徽抹黃梅戲劇院表演的劇目女傅馬和精彩截止戲等 不時獲得現場中國戲曲愛好者的熱烈掌聲 很多和橋醫師一樣第一次欣賞中國戲曲的《奴大利亞》觀眾 雖然語言不通 但對演員們華麗的表演不時發出驚嘆 遙有興致地向周圍華人朋友打聽具體劇情 帶隊萊麥爾本演出的《安徽演藝集團》 董事長張居懷告訴記者 近年來中國有關部門提出要讓中國文化走出去 講好中國故事 對安徽文化界來說 首先要講好安徽故事 麥爾本是澳大利亞文化之刀 黃梅戲代表了安徽形象 將這種藝術帶到布大利亞就是為了讓世界更加了解中國 了解安徽 今次演出由澳洲安徽同向會和澳洲揮商總會主辦 中國駐麥爾本代總領事王國賓和部分為多利亞周政要出席了當天的演出活動 文、新華社 比如說適應嘉賓和表現 文、新華社 新華社